今天不講大家最愛的NBA 而是來討論運動的整個大環境 熱愛運動的你多久沒有為自己喜愛的球星吶喊 你多久沒有進場看球了 還記得多年前我們的棒球是多麼強盛 可以跟亞洲強權 可以跟亞洲強權 韓國與日本打出勢均力敵的比賽內容 曾經我們的籃球是多麼的有對抗性 可以搬到亞洲的巨人大陸與菲律賓 在平成怪物松阪大埔穿上紅襪隊的球衣登上大聯盟前 還記得在亞警賽跟他平分秋色的投手是誰嗎 就是那個帥氣又有實力的紙叉王子蔡仲南 還記得那句又是高智剛 打倒韓國救援王劍區奧義的在京安打嗎 還記得黃金四代的中華隊 是怎麼搬到菲律賓與中國隊 讓菲律賓教頭在滿場的觀眾前下跪 讓意見連滿頭問號的看著計分版 野獸林智傑 少俠田淚 飛人陳信安 大房東曾文鼎 本土洋將蔡文成 還有重要的規劃球星クrissy Davis 你不希望我們的小球員 也成為下一批台灣英雄嗎 在國際體壇被日韓明星攻占的版面下 在田中降大打筆修友 大谷翔平 宏吉一時之前 我們也有王劍明 郭洪志可以跟他們對抗 而之後台灣經過了一段相當黑暗的運動低谷 或許因為球星的外流 或許因為有損運動員形象的舉動 或許因為球員自身無法抵抗利益的誘惑 但仍是有好的球員 努力的球員 不斷在為這個大環境流汗 期待你們再次進場看球 而如今的球員們 已經重新換血 進入下一個世代 中華職棒的每支球隊 都有屬於自己的代表球星 籃球方面也注入了一股新潮流 PE League Plus 旅外球星也紛紛回來展現自己最後的光輝 你希望台灣體壇更進步嗎 希望我們在國際大賽的時候大殺四方嗎 享受全國同胞一同吶喊一同加油的慷慨激昂嗎 如果你想再次回到那個美好的時代 那請不要再當一個鍵盤俠 你可以批評 可以指教 但請先關注 進場看球就是最好的方式 讓球員們知道有這麼多人在看他打球 他們需要更努力練球去展現最好的一面 讓財團知道有這麼多人會來支持你的球隊 讓他們增加預算去找更多更好的球員 與更多的啦啦隊 讓學生們知道原來我現在這麼辛苦練球 以後長大會有很多不認識的人 來幫我唱歌加油 為我吶喊 讓家長們知道孩子選擇的興趣 不是沒出頭的選擇 支持自己的孩子去做想做的事情 現場看球或許是一筆消費 但在下班後走進球場 為自己喜愛的球員吶喊 是一種紓壓 看著球員們一步一步的成長 在跌倒後爬起蛻變 是一種感動 或許我們不能自己上場為國爭光 我們也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果手 但進場看球可以促進整個世代的成長 如今有成建州黑人的行動 有財團的支持 我們才有現在看似要再起飛的龍井 我們無不希望看到下一個王健民、彭正銘、陳金鋒 成為中華英雄 下一個林智傑、陳信安、鄭志龍 成為台灣隊長 或許球員們曾經不珍惜 我們不能忘記教訓 但試著抹平傷痛並給下一代希望 你所嚮往的NBA與MLB不是一觸可擊的 但他們的人民用行動去支持 去感受現場的氛圍 你能做到嗎? 讓我們一起進場看球吧 我們快樂 最好看球 我們我們快樂 我們快樂 大家 Wis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